我媽本身有一點老人事在這裏 我怕她到處亂跑 家裡的電話多少也想到不錯 醫生有跟我講說 她還能走的話就盡量帶她出去 七八夜那時候 整個人就沒辦法站起來 我剛才養老院回來 她沒有給我下床 一下床就扳起來 好啦 阿姨 您好 媽 酒 叫一碗滷肉飯再配一碗蚵仔湯 這樣有好吃嗎 沒事 這樣吃這樣 阿嬤 阿嬤這兩次走路 我沒有拿筷子 也細得吃很多 那她就要給我調出來 我們去看豬哥糧好不好 豬哥糧的瓜 天秀 我媽倒之後 然後後來就去問我老婆 一直鼓勵我出來 我爸爸媽媽不照顧老人 這樣照顧自己親人 那麼多人陪我當然很開心 人生就是有氣無悔的一張單程車票 就是爸爸那份對爸爸的愛 我們又把她轉接到其他老人家身上 好 爸爸來喔 阿姨好棒 可是還要加油 阿姨好棒 可是還要加油 生活了那麼長的一個年歲 到後面的時候 仍然擺過不了生病的孤單 你阿姨吃肉你就知道了 我想說再做個私利 陪伴老人家 度過他生命的尾巴的時候 還有那麼一點點火花 這個禮拜上映的紀錄片 還有一個非常深刻的議題 值得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當你老了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光景呢 這一部紀錄片其實帶給我們 這樣非常深刻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長情的告白 這部紀錄片在這個禮拜 會跟大家見面 而且我們邀請到這部紀錄片的導演 來到現場跟我們來聊聊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的是 曾文貞 文貞導演 歡迎你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這部紀錄片其實是 天主教師治療人基金會 記這個昨日的記憶 以及被遺忘的時光之後 再度的以老人為主題的 一部紀錄片 可是這一次其實跟前面 兩部不太一樣對不對 之前兩部其實是聚焦在 老人的身上 可是這一次其實拉到 旁邊的一個這個直線 就是居家照顧者 這樣的一個這個概念 可是我要先來問問導演 居家照顧者是什麼樣的 一個角色呢 居家照顧服務員 它是一個工作 是一個行業 可是可能我們一般的觀眾朋友 可能對居家照顧服務員 不了解 不清楚 那居家照顧服務員 在台灣已經有30年了 也就是說 其實已經有一群人默默在台灣 替我們服務了有30年的時間 這麼久了 可是我們可能對這件事都不認識 我們知道有醫生 知道有護士 然後知道有老師 知道有導演 知道有攝影師 可是我們可能都不知道 有一群人叫做居家照顧服務員 可是他卻是 其實到我們家庭裡面來 然後幫助我們照顧老人家 幫助我們照顧可能家中的一些 可能病人 不方便的人 其實已經默默做了 這麼久的一個工作了 而且這一些人他要成為 居家照顧服務員 他其實是有一個門檻的對不對 他還是要經過一些專業的訓練 對 他們是要先做一些專業的訓練 然後訓練之後 當然可以開始去工作 可是在這工作的 在這職場上面 他們還是會常常做一些 在工作上的一些 職業上的一些專業訓練 或是必須要做常識那種討論 或是一些督導這樣子 導演你在記錄這一次 長情的告白的整個拍攝的時間 大概是多長 我們大概從拍攝到整個到目前要上片 大概兩年時間 這兩年的時間對我來說其實非常的特別 因為以前或許我們都會覺得說老 老可能距離我們很遙遠 可是其實他可能就住在隔壁而已 我記得有一次我帶我父親去醫院門診 然後當我們門診完 然後坐電梯下來 一打開 電梯門一打開 我自己嚇了一跳 嚇了一跳 外面竟然有十多個老人家都坐在輪椅上面 然後等著要上樓去看診 就老年化的社會其實已經到來了 可是我們卻沒有好像沒有去素食他 或是沒有去想到一些其實方法是可以 怎麼樣讓我們先預洗一下的 所以我們這次拍這個紀錄片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想法就是想說 把這樣的台灣現況 還有現在我們整個社會需求的 其實呈現出來 那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一段經歷 因為看到了一些是我過去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相信其實真的去到了現場 實地去看這些居家照護服務員 他們在為這些老人家做服務的時候 跟我們一般想像的純粹照顧老人家 是有一段差距對不對 應該不太一樣 對 像我自己家中我的父親也91歲了 那平常就是生活上起居我會幫大家打點 那我有時候想說老 爸爸什麼事情你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下 什麼事情做一下 我其實都忽略到一個 其實他已經老了 然後很多事情可能不方便 所謂的那種眼睛已經看不清楚很多事情 所以老眼昏花這回事情 那我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一位照顧服務員 然後他照顧的也是一個獨居的老先生 然後老先生他 他眼睛其實是已經幾乎看不太清楚了 都已經看不見了 所以這個居家照顧服務員 他為了讓他吃魚 可以很安心地吃魚 他是特別幫他挑魚吃下來 好細心喔 那種秋刀魚 一根根挑魚吃 然後我看到之後 才發現說 其實你在照顧老人家 是應該要這麼細膩的 應該要這麼細膩 然後幫他去做好很多事情 要不然他就是沒辦法 其實這樣子比較起來 就像是在照顧小朋友一樣對不對 可是我們對小朋友 會有這樣子付出 十分的一個細心跟注意 但是對老人家 有時候這一塊 我們反而是忽略了 對 沒錯 你說的很對 因為我們好像就覺得說 小孩子還小他不會 所以我們就去照顧他 然後可是我們就反而忽略掉 其實一個人 老了退化到什麼程度 可能我們想都沒辦法想到 我們片中 有一個居家照顧服務員 他叫鳳焦 我們都稱他鳳焦姐 他六十多歲了 然後他在我們片中 他就講了一個東西 他說 但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我們真的是 我們沒有要提前去預習 說我們老了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就忽略那個 可是看到這些居家照顧服務員 其實我從中間有很多的學習 原來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怎麼樣就是 可以先來預習做一些準備 不過我們這一次聚焦在 這五位的居家照顧服務員上面 我們是不是要來看看 這五個人他們是 為什麼投入這樣子 居家照顧的一個服務的行列呢 背後應該也有一些原因對不對 對 我們拍攝了五位 其中大概有兩位 一位像一個叫健鴻的 一個像文圖的 這兩位照顧服務員 他們是因為本身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可能家中有其實有親人 然後生病的時候 其實有居家照顧服務員幫忙 他們有體會到原來 其實人在 就是你家庭中有人生病 其實很需要人家幫忙 所以他們覺得說做照顧服務員 這個工作其實是非常重要跟神聖 所以他們就一然而投入了 那有其他的三位 他們反倒是發現有這樣的工作 那我們就去試試看 其實去一投入之後 他們就有一種那種死命感的召喚 反而真的可以更感同身受 然後就這樣一做下去 都已經差不多五六年以上的時間了 那我想他們其實比我們更早 比我們更早就是看到 或預期到未來人生吧 那他們也體會到一個就是 其實你可以去照顧別人是很幸福的 那代表你其實你是非常健康 你是非常OK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這一部紀錄片 它點出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這些居家照顧員 他們除了付出實質上的 生活起居的照顧之外 很重要的還有一個 對於老人家心靈上面的支持 其實他們無形當中付出的 一個很重要的支柱對不對 對 像我們拍到兩位 一位是 一個是獨居的老奶奶 然後一位是獨居的老先生 那平常在家裡 真的可以跟他們講話幾乎沒有 沒有這種可以跟他們講話 那種對象 所以其實蠻孤單的 那像這些照顧服務員一進去大概 其他他們家裡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時間 可是我在拍攝的那種拍攝過程 我就發現 這兩個小時一進去 那個房子裡面好像突然就有了光亮 好像陽光灑進來了 溫暖起來 然後老人家會特別期待 這些居家照顧服務員來服務 因為有人關心他 然後有人幫他準備吃飯 然後有人會對他虛寒問暖 所以他心中其實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那這也是我們看到就是居家服務員 他除了提供那些服務之外 可是在心靈上面 他那些老人家們會覺得說 有被愛 有被關愛那種幸福感 所以這兩年的時間下來之後 導演你自己的心境變化 你現在如果問你說對於老這件事情 你會做什麼樣的一個提前的準備嗎 老跟病我想 其實可能大家也不用害怕 想說會發生或不會發生 因為或許有一天這樣就發生了 可是如果發生你該怎麼去面對 這是我自己在想的 就是那我們怎麼去面對 除了我們想到說你或許有保險 這很實際的 那可是我們也期待 我們這個社會或是我們這個政府 在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居家照顧服務員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那等我們老的時候 或許我們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我們其實是有人會來照顧我們的 可是另外一個我想的是 我覺得我們在這當下應該可以 更把握當下的一些 不管是珍惜跟你家人的一些相處 或是對待人 更珍惜當下 因為疾病的發生你不曉得 可是你如果做好準備的話 你就會比較有勇氣 或是有信心去面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部紀錄片給了我們很 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來提前省思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當然把握當下是我們必須 現在就可以來做的事情 那提前的來去思考一下 我老年生活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光景 我相信也是大家呢 可以提前來去思考的一個議題 所以長情的告白這部紀錄片 在這個禮拜就跟大家見面了 大家也可以進到戲院當中 來去感受一下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 居家照顧的服務員 是我們必須要非常尊敬他們的一個行業 今天也謝謝導演 帶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思考的議題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電影情報站